我们被包围了 三到十墙封锁的巨大洞穴 内部发现震撼一幕 越过蜿蜒的洞穴长城 上千具棺木赫然眼前 争得许可之后 我们才将这处洞穴奇观展现出来 接下来跟随我的镜头 一起感受神秘的洞藏 咱们现在一条巷子杀到洞口里面去 在这边可以看到有两面城墙在那里 小北站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坍塌的缺口 这里也是一道城门 以前是一道门是吗 对啊 坍塌给堵住了 对 用炮炸过的应该是 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有几级保护 然后最外面的这一面墙 上面有一些射击孔 但是现在基本上坍塌了 以前是非常的震撼的 再看里面这个射击孔保存的还非常的完整 这边是有暗道进去吗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个小洞口 我现在过来 现在是到到了第二道城墙的内部 给大家看一下 从这边进来 这个墙大概有1米4左右 这个高度 我们这里有一个设计孔 亮望孔 可以看到对面的那个 我们进来的山坡 在前面出现了非常大的洞天 大概是六七十米高 然后下面这个巨石呢 应该是从岩壁上面脱落下来的 看一下这个城墙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拐角啊 它没有从这里一直这样砌上来 而是在这边呢 做了一个平台 从这边下来沿着他们的台阶 刚发现了孔门就在那个地方 带大家去看一下 在这里 拐门大概是高两米 两米多啊 全部是用这种调石 累期而成 在这上面呢 还有一个过门石 上面有门柱孔 这个大概是有一千多斤重 它是两扇门的设计 后面用门栓和门杠 给它杠起来 咱们现在接着往里面走 从小北的前面呢 有两个巨大的石头之间的缝隙 这边切了一条小道过来 它是通往了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是用那个土 填得非常的平 应该是以前睡觉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比较干燥 这里发现了一个 睡碗吗 这是 看一下 上面的泥土 已经粘在上面了 好像一只小鸟一样 一个碎片 在这个位置 现在穿过这一片碎石区 往前面走 前面大厅里 到处都是这种 用石头累气的小围挡 这种近乎圆形的 大家想一想 大家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 这里面到处都是 那边全都是 动道呢 是往这个方向走了 这个盾口真的是太震撼了 特别大 在这边还能看见 盾口的光 然后主动的是 往这个方向走了 这里 小北他们发现了一个暗道 门口也是切了一个 石头的尾档 咱们进来看一下 这洞洞好像那个脑枪一样 从这边 这个岩壁上面有一个窗框 在窗框这边有一道门 这个石头是人堆在这里的 以前这里面不知道是做了什么东西 这里还有台阶往下走 确实有小蝙蝠 看这些应该是小老鼠拖进来的一些 碎屑做了窝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根阴烛 这是一个小气室 看一下这里面 空间并不大 咱们现在出来 接着往主动道进发 感觉迎面有很大的风吹出来 哇塞 这个洞墙大家看一下 太震撼了 这洞景非常的平坦 应该是把压力给到了洞底这边 所有的石头都掉到了这洞底上面 哇前面出现了城墙 哇 第三道防御工事 洞穴长城 从这里一直延伸延伸 到了那个坡坡顶上去了 横灌这个洞墙的一道 第三道防御工事 其实有很多人担心 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洞穴里面 出现意外状况 手电失灵怎么搞 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是有备用电筒的 你看看这个 我们手里的拿的这个 就是凯瑞兹的小手电 它也是强光手电 看一下 这个城墙的内部 就这样一个状态 它在这个洞底里面 突起的最高处 建造了这样一个围墙 好像在洞穴长城一样 只不过这个规模比较小 拆溜溜 东西里面全部是这种 大石头 这里发现了散落的木头 应该离棺木不远了吧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棺材棺材 这里全是棺材 我的天哪 大家看这个位置 东西的正中央有拱起来 非常大的一个山坡 然后在山坡的前面 有一个黑色的棺木 然后在这边 有原木颜色的非常多的架子 这个应该是作为备用的 大家不用担心 也不用害怕 这个是咱们特有的文化 这里有一个腐烂的 散落在这里的棺木 我们也不是刻意营造这种氛围 就是把最真实的画面 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咱们再往前面走 往前面还有非常的多 这中间有一条走道 两边都是分布的棺木 摆放的还是挺整齐的 大家看这个规模 非常的庞大 这个应该是有人打理的 咱们拍摄视频 也要尊重当地的文化 千万不要搞破坏 看这里有非常小个的一只 这里有腐烂比较严重的 也有保存的非常的完整的 这一片区域摆放的 应该是非常久远的了 大家看它腐烂的 非常的严重 这里还有个小一点的 大概一米多长 现在咱们就开始下山了 请观众朋友和沈和老师 不用担心 咱们拍摄的是 各有的文化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过来参观的时候 千万不要破坏 那咱们本期视频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走走快上医院 这是终生难忘的一次探索之旅 数百米高的悬崖 一个天然洞穴里发现大量人为遗迹 无人机勘测好进行后 我们利用专业技术进入其中 眼前的一切让我们为之震撼 至今保存完整的灶台和床榻 究竟是何人建造 就在我们仔细拍摄之时 谁也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降临 34度的体温迫使我们终止探索 时隔一年我们重新启程 这次我们携带了露营装备 把所有的设备 用这个遗族的户外电源 也是我们随身携带经常使用的一款 非常小小功能 非常的齐全 完全静音的 防尘防水 在户外用的话是非常的方便 计划先在洞口住宿一晚 再一次开启探索之旅 向洞道深处进发 哇塞 一个暗道 确实好像人为踩塌过的 咱们继续往下 哇塞 看一下 黑暗的洞穴内部 究竟隐藏着什么 体温下降的原因 又能否解密所有未知 即将浮出水面